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车子上完牌都有一段时间了 月底呢应该等老婆培训完应该就要出发了 所以呢上完牌之后呢我们这边有个习俗 就是要祭拜一下车神 我也不知道车神是谁了 不过既然老人们都说要拜呢 那都拜一下 我刚才已经拜好了 就预祝自己今年开车一帆风顺一路平安 就不知道你们那边呢有没有相同的习俗呢 我是感觉这个习俗应该就是老人嘛 应该就是老人穿下来的吧 月底呢应该就要出发了 准备了这么久了 我是直接去云南呢还是去北方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 这里呢是我妈好像两三年前吧 种下一根竹子 你们看现在这个竹子 全是了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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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门前面两三门全部打开 这里面全是蚊子 赶紧把这个蚊子包 赶紧把这个蚊子包 赶紧把这个蚊子包给点上 身上全是蚊子包 哇 痒死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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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了不行了 对不起把灯关掉 灯往去灌了 灯往去灌了 爆发生了 受不了了好想早点出发 老婆培训还有下个礼拜结束考完试 应该就可以走了吧 我都有点急不可难 我给大家也拜一拜吧 祈求大家一起一路平安 祝大家今年一路平安 一帆风顺 也祝我自己旅途顺利 OK 好啦 阿玛 小二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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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 十二俩 粤食 两双俩 窗家 十三 倪封 不幸出门 顺顺利利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